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9日 星期一 今天是香港佛誕的保駕 我們今天上了幾次節目 因為我剛剛睡醒了 全部都黃標 很奇怪 今天是敏感日子 全黃 無論上甚麼都黃 除了風景之外 我們特意去測試 上了幾條風景片測試 就沒有黃到 意味著那些監控隨時都出現 真是很離譜 任號話題都黃 所以我們也比較艱難一點 不過不要緊 我們是會頂著的 這一節想跟大家分析一下李嘉誠最近的近況 李嘉誠最近 據說重駐700億美金 800億 投資 在越南 當然 我們也看到他好像想回來 重返亞洲 因為 2013年 當時的歐債危機之後 歐洲的價格很便宜 很多的東西跌得很厲害 李嘉誠 採取低買高買的政策 當時便宜的就買了 大量的進軍的歐洲 當時他們 長江和王 以及他自己的 旗下的基金 幾個基金加起來 幾個資本加起來 總共投資過萬億 在歐洲市場上 差不多一萬三千億 西班牙 意大利 英國 尤其是英國為主 英國差不多 去到七八千億 當時買了很多錢 當然升了很多很多 回報高也升了很多錢 當然是賺大錢 幾個基金加起來 最少賺過萬億 好了 現在 和王 竟然 是 再次出現在中國的 土地拍賣市場 這個 被視為一個很大的訊號 這個除了是經濟訊號之外 還有一個政治訊號 《證券時報》報導的 自從2013年來 李嘉誠 陸續拋售大陸的房地產資產 引發市場的非議 大陸有很多聲音就說 不要讓李嘉誠跑了 從2013年開始抹黑他 就說他撤資大陸 他是一個壞人 奸商 不可以讓他走的 要抓住他 結果他在大陸出售資產的同時 同時就分身去買了 英國 西班牙 意大利等等 買了的項目包括碼頭 電力 天然資源 水母 公用事業等等 全部都是 超過10厘的回報 我們當時賺錢 買得好 在最低價的時候 歐洲買貨 而且 全部都有超過10厘的回報 其實要複式計 不用6年 就可以翻半了 不用錢 全部都賺了 只要五年半 只要五年半就是要複複式計 十幾個百分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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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成下去 五年半就翻半了 即是第六年 他那些東西全部都是靜待 已經翻盡了 已經翻盡了 回報多高 如果計算12、10年計算 他那堆資產 已經是 翻了兩範 如果當時投資萬3億 現在就有4萬億 我們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是現在中國的房地產抵賣 還是有甚麼 更加重要的元素呢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李嘉誠貴為全球的地產首富 他的投資眼光一直都是 全世界的一個焦點 真的是全世界的焦點 因為 他不是一般的科網巨奇 而他是純粹靠他的投資眼光 在那個地方有潛力 他就大量投資 他最成功 令到全世界開始 注意他 2000年賣orange 當時賣橙賣千多億 之後他反反復復在英國的電信 在歐洲的電信市場 總之 哪裏有便宜他就去那裏買 當然他也有滑鐵爐的 加拿大 但是後來也賺回來 我們看到 李嘉誠 最近的資本好像從歐洲 調回來亞洲 原因是甚麼 因為歐洲賺了很多 現在不斷賣一些 已經有千多二千億了 甚至乎 再賣一點 套現幾千億 亞洲賣 亞洲賣 那就倒下了 李嘉誠最厲害的就是撿平貨 這次我們其實早幾天看到了 廣州市2022年首輪的集中土地拍賣 竟然 我們看到 十年都沒有出現過的和記旺報 這個被視為 李嘉誠 重返中國 這個房地產市場 使得大陸十分關注 大家知道 李嘉誠 其實已經十年沒有在大陸拍地 竟然這次再次出現 以往是直接出現也沒有 我們看看大陸的官媒怎麼報導 每日經濟新聞報導 廣州公共資源交易中心的官網顯示 一班位於白雲區空港大道的熱門住宅用地拍賣 吸引10家房企參與 出價 4月30日上午和王以起標價人民幣23.64億出價 比最終的成交價 低了3億半 但是和王沒有參與後來的限時 建價 5月5日廣州土地落幕 這個土地拍賣落幕 尚述住宅用地 由中海企業發展 公司奪得中國海外 雖然和王沒有中標 但是這次 可以說是十年後 再度就出現在中國的公開土地拍賣市場 和王上一次買地 是在2012年12月4日 當時以二千多萬買得武漢、塞電區 一筆土地 不是很小 中國證券報引述 二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的分析 他說 李嘉誠風格是低賣高賣 目前廣州土地市場處於近年來的低位 很多土地都是低價成交 李嘉誠在大陸城市首選廣州 代表看好廣州的房地產市場 李嘉誠投資越南之後 又出手廣州市場 顯示他根據市場形勢來判斷 而這次 參與土地拍賣 可以改變市場對李嘉誠設資的誤會 當然他的分析是流於表面 很表面的分析 李嘉誠基本上這次 未參與拍賣 只是出現 因為 他沒有去搶地 他沒有去買地 如果李嘉誠買了這塊地 才可以代表他看好廣州市場 這次 可以說是投石問路 為甚麼呢 未落豬 我可以看的 因為這是一個姿態來的 我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投資 一個這麼巨型的旗艦的姿態 他 要告訴大陸政府 我是隨時有大把錢 有一萬多錢隨時過來買東西的 不過 我買東西當然要看看 是不是安全呢 是不是賺不賺錢其次 李嘉誠當時撤離中國 主要原因就是習近平 因為我們也有 很多消息透露 李嘉誠當年 在福建也參與了一些土地 當時他主要是 買他們的家鄉 潮汕 然後開山頭大學 然後也打算在福建買地 但是 當時福建的 省委書記就是習近平 而且好像在福州也跟 李嘉誠 交過手 雙方 罵得不愉快 我還未證實到 有時年代太久遠 說80年代 應該是80年代 習近平在福州的年代 可能因為當時李嘉誠要買省會 當年的李嘉誠 還未上位的習近平就已經有 牙齒印了 所以 習近平在上位 李嘉誠 部署要撤離 因為他知道 此地不宜久留 現在為甚麼要重返亞洲市場 第一 現在李嘉誠有很多錢 拿著的錢 多得不得了 你想想 歐洲隨便賣也賣幾千億 現在拿著這麼大的錢 偏偏現在大陸沒有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最重要的就是政治方面 因為最近 這個消息傳出來 江派 是有機會重掌政權 這個絕對是李嘉誠這次 再次出現在廣州的重要原因 因為以往大家都知道他跟江派的關係 從來都是江派支持他 力撐他 當然 習近平在上台 他就知道 江派未必保得住他 他唯有 自己先走 自己撤退 果然 他的政治投資 十分明智 而這次 也是因為同樣的消息 我估計 我們收到的消息 李嘉誠一樣收到 所以他會看到 習近平 大勢已去 我在中國的投資 再度安全了 我不怕了 所以 現在 不怕還是不怕 誰知道你真是假的 因為很多這些消息 每天都有傳 我們一直都收到很多這些消息 有些我們也不想說 但有些很重要 一看就知道是假 有些我們覺得 假的是假不完 真形有機會 所以我們先說 剛剛我們分析這個 政變的傳言 我們也把裏面 應該是真的機會說出來 或者比較 相對機會沒有那麼大的 我們也分析給大家聽 大家自己判斷 我就覺得是 五波 不過 最近的趨勢顯示 不止五波 已經上升到七成 當然 為甚麼七成 我們下一節要跟大家說 這節主要說的是李嘉誠 李嘉誠這個也是一個表態來的 就是 如果真的換人了 習近平真的 要 要 交回總書記出來 意味著 江派又可以重新得勢 甚至乎 江派 是起碼 這個 極端的力量沒有辦法再主導中國這個政策 習近平的這個經濟 或者他的 整個理念徹底被推翻的時候 這個國家才有希望再重新來過 他們做生意的 君子就不立在危場之下 小人一樣的 君子和小人一樣不會站在危場之下 危險的東西 誰敢走過去 還要拿錢 制不過了 所以 現在的李嘉誠 肯定就是 收到的消息圖 我們是很接近 他的政治判斷就是 可以一搏 不過 搏也要投石民路 所以這次 先是 和記旺報 他那裏 出現了 我成一刻 第一口價 明知買不到 不要緊 因為第一口價你不會 就這樣入到的嘛 入到就買了 買不到 他沒有追到後面的價格 因為 很明顯就是純粹是投石民路 看看市場反應 看看市場反應 再次進入中國的反應 原來是不錯的 又或者整個中國各個地方的政府 以前有很多錢看不起 現在都沒有錢 一看到李嘉誠三個字 雙眼發青光 他 又會重新得到尊重 他 又會 得到 領導人的保護 這樣才可以投資的地方 這節我們先分析一下 那麼究竟 是不是真的 要看李嘉誠實際下注 真正正下注才是真 未下注 出現是沒有用的 我都可以去舉了 沒有意思的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裡 拜拜